謝謝主席,請教董主委 請董主委 董主委,辛苦了 已經十二點四十了,還不能用餐 不會 我一樣,也沒有用餐 在 衛務報告第二頁提到要修訂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條例 來符合募兵制相關輔導措施的未來需求 事實上,有很多個案 會讓人家對當職業精人羨慕不已 例子,我的小舅子 當時他的中正理工學院 書練得不好 因為他喜歡運動 他練得不好 但是後來他有機會到美國去受訓 然後又有機會回到中科院上班 他現在是上校退休 退休退役 他現在退休金一份 另外在民間的電子公司薪水又一份 這一份也高達八萬塊 所以他一個月現在十幾萬啊 很輕鬆啊,週休二日 那像這樣的個案,也不是誰 特意的去輔導他 如果像這種個案多的話 募兵哪會不成功啊 你說 我們希望每個士兵都可以這樣 但是他是自己努力的啊 所以你現在應該是用制度的輔導 跟他保證 你輔完這些疫情以後 我保證你有多少的收入 如果到時你到民間找不到這樣的收入的話 我保證賠你一半或補償你一半 這個保證是應該寫出來啊 列入這個企業啊 那就可以滿足了 滿足他的這個需求 他都未來恐慌啊 我當兵十年 那我十年以後 那時候我可能才三十幾歲四十歲 那我一大半一大輩子 後面怎麼辦 沒有保障不確定性 所以你要把這個不確定性 把他 這個解決 一定募得到的 台灣不走募兵是不行啊 是 因為少子化以後 你說徵兵要公平 那公平的結果是怎麼樣 公平的結果會怎麼樣 你勞力 勞力供應不足啊 公平的結果可能是十個月變成六個月變成四個月 四個月去當兵行事化 先去度假 所以一定要募兵的 要有遠見 但是今天的遠見沒有用 因為 遇到問題沒有破例 我最早指張募兵的 我到立完燕 1993年進來 我就一直說要規劃募兵 募兵台灣的經濟才能合理化 結果今天戳頭了二十年 戳了二十年以後 台灣的整個人人口結構也破壞掉了 少子化 現在好可憐喔 你看 這個十幾年後 我們老年人口從270萬增加到450萬 我們年輕的呢 會少 台灣人口從經濟結構 好多方面 台灣的走向滅亡國之路 這國家會滅亡的 所以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那台灣有什麼價值 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啊 不管你用什麼出發點 好不容易有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也不是台灣人自己爭出來的 沒有那麼厲害 是這個老天天意 為什麼 沒有韓戰沒有夜戰 台灣經濟站得起來嗎 人家技術會轉給你嗎 市場會給你嗎 那剛好因為中國搞共產主義 那世界搞社會主義 所以市場被分割 所以他們這些 所謂 就這一個 這個自由衛備金 沒辦法加入全球化的市場 所以 自由市場這一部分缺人 所以他技術轉給 給台灣 所以 所以世界 老天保障台灣有幾十年的機會 好不容易才民主化 沒有美國撐腰沒有美國 既得利益會放嗎 大權會放嗎 會讓你選舉嗎 今天的馬英九總統 還虧他是牛美的博士啊 天下普世價值就是 直選啊 他那個時候 還是要保護既得利益 還是要維護傳統的制度 所以他搞委任直選 這種名詞都敢創造出來 這能量知良心啊 何在啊 但今天當總統 享受民主化的成果 我黑名單十年了 抗戰八年算什麼 黑名單十年了 但是今天呢 台灣搞成這樣子 都是經濟問題 為什麼都是經濟問題 因為過去台灣經濟的發展 不是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努力出來的 所以今天遇到形勢轉變以後 東通沒有智慧 沒有能力解決 所以這個時候 退府會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榮總醫院 那麼成功 那你就應該 用開放的 這個態度 讓他去自由競爭啊 你看他的成功 帶給退出一官兵多大的福利啊 好 那我再額外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曉得不曉得啊 在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八年之間 有多少台灣人被 我們的國民政府 就蔣介石 把他徵召到中國去當兵 打 打這個國共內戰 有多少人 你有這個數字嗎 大概是一萬多 但詳細數字 兩萬 死掉了一萬五 現在剩下五千 留理失守 在台灣沒有人照顧 因為慢慢都回來啦 但是一萬五呢 是死在哪裡呢 也沒有資料 是 廣 廣佈中國的孤粉野鬼 一萬五 要不要超渡 要不要超渡 配除一官兵 配合來超渡 然後台灣這五千呢 我來立法 來給他 最後的有生之年 可能剩下十年 不可能剩下二十年 現在大部分都幾歲啦 給他一個安頓 這很重要 不要他變成 他的家屬 的負擔 對不對 這我來立法 然後回到剛才那個 募兵之要成功 就是說他 推以後的那個不確定性 你現在穩定下來 那到時候會不會增加 政府的負擔呢 不會的 如果增加負擔的話 大概國家也完蛋啦 完蛋啦 所以你現在先開支票 然後我們好好努力 到時候他一定可以找到工作 而且找到好的工作 公息兩方嘛 一個是我們的經濟起來 他到時候有救援機會 一個是我們共級方面 他的能力把他訓練好了 他在服役的這個期間呢 他沒有浪費 他反而是 是這個 進步的 能力是進步的 專業的能力是被培養出來的 各種能力都可以培養 用這樣 用經濟方法解決經濟問題 用經濟的智慧 來規劃國家 未來前途的切保 政治沒有什麼用 民主化以後 政治好壞是遲早問題 政治壞下去 大家都完蛋 也沒有什麼好談的 他一定會進步的 現在這種兩黨政治 壓秒助長 兩黨政治 人家美國是經過幾年才形成的 台灣就這樣用手段把它搞成兩黨自治 所以變成分章政治 比爛 這我不客氣講 因為我被民主黨破壞好幾次 什麼選第一名被開除呢 所以 這個台灣前途真的很好 在你認為最好的選擇之下 很自由的可以自由意志來決定 所以現在台灣要努力的就是說 保障2300萬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主張都可以平等自由 很安心的在台灣生活發展 有一天 所謂的台灣的這個集體意識 就是說我們可以更好 所以我們做更好的選擇 那時候大家都可以自由選擇 不是嗎? 我非常贊同 就這樣而已嘛 因為已經民主政治了嘛 沒有競技啊 那競技呢 無能的一大堆 太令我們失望了 無能的一大堆 好 所以退委會這邊 也是從經濟觀點出發 來思考問題 擬政策 募兵制一定要成功 募兵不成功 台灣滅亡 因為經濟走不下去 謝謝委員 我們一起努力